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指骰子的一個機率問題 投擲一個公正的骰子 那麼我們來點出它正確的機率 第一題,骰出3點的機率為多少 我們前面介紹過機率的算法 它就是全部分支部分 所以說我們先看一下全部有幾種情形 我們指一個骰子它可能出現1點 2點 3點 4點 5點 以及6點 那麼這個就是全部的情形 總共有6種 其中要出現3點 我們可以知道3點是其中的一種 全部分支部分 全部有6種 今天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3點的 只有一種 所以說它的機率就是1 6分之1 接下來B 骰出正整數點的機率為多少 什麼叫正整數點呢 1 2 3 4 5 6 這些都是正整數 我們指一個骰子 它不會出現分數也不會出現小數 那麼在這6種情形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1到6這6種情形裡面 每一種都是正整數 也就代表說今天 它的機率是6分之6 全部分支部分 而這個部分指的正整數點 已經包含了每一個點數 所以說6分之6是直出正整數點的機率 它是6分之6 6分之6也就代表它等於1 所以說它是絕對會發生的 當我們看到機率是1的時候 我們前面介紹過 它是絕對會發生的 接著C選項 直出骰出7點的機率是多少 它是0 因為在這6種情形裡面 我們看不到7點 所以說7點出現的機率是不可能的 我們可以知道它的機率就是0 那麼骰出激數點的機率是多少 激數點今天1點 3點還有5點 這些是激數點 那麼全部分支部分 所以說我們可以知道全部有6種情形 其中激數點佔了1點 3點5點這3種 所以說全部分支部分就是6分之3 約分之後等於1分之2 也就代表是 骰出激數點的機率就是1分之2 好同學我們整理一下這個部分 機率它的算法再強調一次 它是全部分支部分 機率的算法 我們再說一次 它是全部分支部分 所以說你必須先考慮全部的情形有幾種 那麼分支部分情形 這個部分情形也要考慮它總共有幾種 那這就是它機率的一個算法 看 ,謝謝 謝謝